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消龙心高铁,云顶这次亏大了 图网既往路。 取消龙心高铁,云顶这次亏大了。 吉隆坡三日讯,龙心高铁取消后,新加坡云顶,Jentig Bird,酒店及其他利益关系者将蒙受损失。 新加坡海峡时报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城市规划专家学者实地分珠,一因,指出,取消龙心高铁可能会影响到新加坡终点站玉郎东区的吸引力,从第一次宣布龙心高铁新加坡的终点站后,玉郎湖区就改变发展规划。 他说,龙心高铁计划的标的建筑公司,研究公司和承包商,可以违反协议要求赔偿。 换言之,玉郎湖区业者也会蒙受经济损失,该处居民也因附近没有高铁站发展商撤离而失去经济收入,例如位于玉郎东的公寓居民以为高铁站坐落在附近,而希望集体售出公寓。 报道指出,新加坡云顶酒店在该区,于2015年4月第一阶段工程,共有557间客房,随助龙心高铁计划取消,云顶股价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收盘时,下跌1.57%。 龙心高铁计划取消,占地67公顷的玉郎湖村俱乐部,其中约5分一面积被划分,准备建设龙心高铁在玉郎东的中站,而同样受影响的莱佛市湖村俱乐部目前仍在营业。 2008年,在马新双方同意发展龙心高铁后,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就首度公布了玉郎湖区的总体规划,该区就被城市规划者奉为新加坡的第二个中央商业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